设计一个红绿灯的程式 假设我们要设计一个红绿灯的程式 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把Squatch拿起来 开始一直做设计 那你要养成习惯的是什么 一个问题来的 或者一个案子来的 你心里必须要先思考观察计划 最后才是去执行 然后完成它 那前面思考观察的部分 就需要花相当多的功夫 还有细心去观察去看 比方说以红绿灯的案子来说 假设我们要设计一个红绿灯的一个程式码 我们要想知道 红绿灯它怎么样去正常的运作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 它不就是红灯绿灯黄灯一直在闪吗 那你仔细去观察 事实上还有不少变化 为什么 最简单的方案是 绿灯亮了 然后再换黄灯 再换红灯 持续反复的再进行 但是你注意 事实上我们路口的红绿灯 它变化是很多的 有时候黄灯是会闪烁的 有时候是有左转灯右转灯 甚至有时候是 整个路口它可能都是红灯 让新人优先的 所以你整个红绿灯的架构 你要必须先理解出来 那这里我为了 现场录影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设计太繁复的红绿灯 我们只用最简单的 重复做绿色亮5秒 再黄色亮2秒 中间有一个黄灯让人家缓冲 然后红灯一样亮5秒 假设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 也建议你自己要有一个 心理的一个底硕 大概程式涉及到哪里 如果你的程度高一点 也建议这个流程图 你稍微要知道 那我们程式一开始 好,反复的去做 绿、黄、红灯的亮 然后反复去做 这样子你才会知道 我的这一个方案要 大概涉及到什么程度 可以完成 好,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 这个时候再来去选择说 我来做什么 开始写程式 那你就会很清楚 哪些东西是你要的 哪些东西是你不要的 好,首先连上我们的开放硬体 再执行我们的Squatch 2 那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事件一开始 我们要重复做一件事情 让什么 红、黄、绿、灯 去让它不断的重复 那红、黄、绿、灯 那先决定 我们要用什么 好,我们先把它接上去一样 好,GND这里 接在黑色的线 那我们 ioball 我们使用的 这个RGB 这个5、6、9 好,原来我们知道 我们要用5、6、9 好 那我们一样把它接上去 好,接上去之后 那就注意了 好,我们要用5、6、9 好,5、6、9 所以我们直接把什么 拉出来 要亮灯 所以选择输出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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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9号 那重复之情谁 那你要知道 谁会亮灯呢 我们说 那你要知道 5号是 谁 看一下 5号是红灯 我们是红灯开始亮吗 还是绿灯开始亮 好,假设你 我们原来的设计是什么 绿灯亮5秒 所以那你要示出 绿灯 那我们改成 6号 6号是黄灯 所以是什么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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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是绿灯 5号 9号 5号 5号 复制 谁也亮五秒 五号亮五秒 黄灯是六号 亮几秒 亮一秒 那你在写的时候 如果你为了怕忘记 你可以在这上面 新增一个注解 在这里选择新增注解 五号 是红灯 六号 黄灯 九号 是 绿灯 这样来做注解 可以快速的知道 下次我来找的时候 原来我这样接的时候 我知道我什么接拿的 反复执行 然后去验证程式码对不对 他亮完灯怪怪的 他怎么不洗 原来什么 我忘记了 当九号亮完要怎么样 五秒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让九号停止 设为零 等待多久 可以不要 因为我们希望要洗掉之后 黄灯马上接上来 那黄灯做完 一样要做什么 黄灯要洗掉 黄灯要亮 然后亮 黄灯要洗掉 然后量 那在程式的除错上面 你就是必须经过这样反复的 一个练习 那像我们现在遇到的是 9号他没办法写入 他这边告诉你他没办法写入 那我们要重新再来 我们先把这个程式怎么样 档案另存新档 存在桌面 先存一个测试好的test 那你要进行除错的一个 一个方式 现在看到的是红灯有亮 红灯熄完应该是绿灯 现在绿灯不亮 绿灯5秒 黄灯1秒 然后再红灯 看起来是正确 只剩下我们要解决9号 为什么他9号没有出来 是因为我们前面这边 566 我少打了什么 9号 所以这9号要 给他定义出来 再自行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次 绿灯亮5秒 黄灯2秒 马上红灯 红灯5秒 再来 绿灯5秒 黄灯 再红灯 这样完成你一个红绿灯的 简单的设计 方案 记得 先要有 心里要知道怎么去做 做完 大致上你的程式 该如何进行 你需要有一个 草稿 一个拟稿 最后才是进行创作 创作完 你还要做什么 除错 除错完最后你的 档案 这个才算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成品 成品完你要需要档案 另存新档 我存成什么 红绿灯 这样才是一个 完整的 一个运作 建议你要有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 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 产出的一个 程序 这就是